大招 量子巅峰就是加强大的伤害 加对 因为他现在我觉得攒大你只要只要普普攻的那个进降攻击能攻击到人的话还是蛮容易攒出来的 是的 攒大我觉得没什么用 伤害还是王道 第一天比较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 今天真的可能是联动的一些问题吧 对 没有想都是没有想到联动再加上开新版本一系列的问题 展光 散光已经没有闪现了 没有闪现了 金龙飞过来就只能闪回 只能闪回 金龄龙卖了 这感觉两个人还好咱都关了一下 但没没有什么用啊 出来就死了 冲一炮的 哎 哇 开到这个 圣化救一下坦克 太软卡一下 钻机直接被戳死了 开到这个网里面Q不太理智啊 我觉得他应该能猜到金龙是有闪现的 直接往后面 直接结一下就好了 对 结一下就好了 传住 这个残招又carry了 今天手术 直接跑路了 直接boss吧 直接boss啊 我感觉所以这个手术是很快的 我看一下他APM多少 哎 这个好像看不了 这个是坏了吗 我没有插接了 你也没有调 是吧 我没有那个插接 我还按了一下 等会你要调 调一下后面就好了 都忘了 咱们来韩服都忘了 还行 我开了个代理 好像也 不怎么卡45的屁 现在 在欧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等级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下面还有一个boss 太晚了 主要真的太晚了 其实我打这种比赛不太想弄到这么晚 我也是 大家都没想到会会这么晚 对 今天的预估时间也是也是12点到1点钟左右吧 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预估时间 因为出了很多奇怪的状况 决赛下午能播吗 要不我改签一下 明天下午打决赛 几点的飞机 我可以跟他们说我改签到晚 晚上去 我在 我没有问题啊 我随时可以播 因为我觉得上午的话他们全手起不来 然后 现在太晚了 我觉得现在打完估计也就1点钟了 0他们状态可能也没有什么保证 那明天下午2点 明天下午2点怎么样 你改到几点吗 我还没改呢 我就是想看一下我们几点 2点打完也要四五点啊 关关键是这个点 我们先把这盘看完吧 看完就然后 我先看完跟一下他们商量一下 他们还不一定赢啊 如果是L5赢了 对 还有跟L5商量一下 对 那个明天下午也正好可以 应该是可以来国府打的 我还不信呢 明天也是啊 哎 你还就别奶了 好吗 突然之间觉得明天下午这两个队都要扎了 你相信科学好不好 这怎么可能吗 下午都上班时间 好看一下这边 下午看不了 可以看fuel d 马上20级了 马上20级了 这波先拖到20优势比较大 还在拖啊 他们在等20 这台也没有直战 L5现在烈还是比较大的 这波他们只能换鸡弹换鸡弹 聪明的换鸡弹不要硬钢团 他们要硬接团吗 哎呦 真的是 这有点不理智了吧 L5是第一次开播的 坛子也丢了 这时候也不是应该金龙去下路先蹭两炮 对吧 然后各自为战 他金龙还在上路带线 这个还在带线 好 他们怎么散了两个鸡弹 蓝尼 下路有一组胖子 明明去收一下 中午这个鸡弹肯定不能放给你啊 这样感觉被烙晕了呀 这样可以拖到二十几啊 哎呀我可以拖到二十几 迫切的想要开团 但是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他们东一个西一个 哎 这泰凯是交过亿的 算了没有追他 还是去下路这两个 两个祭坛 感觉还行能能站能站到一些 闪魂在这里 哎 闪现过来追金龙飞过来 残到没中 不想交沉默 我这个跳水范围好大 金龙一个盾头战收掉 对 强化的大招 没有意义的 十几秒 Q应该只有一个了 Q应该只有一个了 哎 坦克过来补个刀啊 死了死了 这个优势就比较大了 这个回眸一下盾头弹是什么意思吗 从家里飞飞出来的 缠住了一个泰凯斯 纸拉图过来帮忙插一下火 呃 要不咱去推个钟吧 你们这个阵容的激动性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你再不推进的话 还想去 死了两个 死了两个 可以推一波 把钟宝拿了吧 他这个反向滚滚歪了呀 怎么一个碉堡都没有滚到啊 至少滚一个上宝或者下宝吧 他刚才是瞎闪 瞎闪光的时候滚的那个 所以他他这个位置可能有点奇怪 这滚的位置是有点奇怪 都偏了他要滚这个门牙 滚门牙 他就是刚才瞎闪光的时候就直接补了一下这个方向 他就没有再再去调 现在又有boss了 他们要直接打boss 闪光现在还没活 闪光现在还没活 哎 没有晕到这拉底 想要开poss吗 我觉得现在闪光活了呀 下路还有两炮没战 这是五炮啊 总共是六炮吧 最后不是有四炮吗 反正不管是几炮 你先把这个站都再出 不站白不站 还要不要那个 七炮 这我们都算错了 他最后是有五 只有五炮 加两炮 总共七炮 他其实可以靠靠坦克这个盾头再慢慢磨的 他们这个现在只要稳的打基本上 比较稳一些 靠这个坦克慢慢磨就好了 等下波刷铲盘的时候再一个铁盘差不多了 就全破了 我现在在找人杀 他们这个阵容也确实就只能是去找一些比如说像麻法和灵敏 这种比较脆的点 然后靠紫拉图跟那个闪光的一套一套输出去爆发秒 一个人会比较好打一点 是的 但他们也需要冒一些风险 就是 因为牛和麻法这两个英雄的话 其实对闪光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克制作用 控制 控制很强 这边四个人抱团 想抓一个泰凯茨 泰凯茨直接走了 对 牛是在上路啊 一直在跟金龙队吃线 他们其实第一波 我然后我这我感觉哎呀 我可能是心情比较烦躁吧 他们打的比较值 第一波本来是要去骗色化的 他们每次都是要 强表坦克 不过现在感觉是稍微已经稳稳回来了一点 你看他们现在 就是想现在不太会乱开 不太会乱来 对对对不乱来了 前面什么团感觉他们太直了 我有想过直接 跳水过来看这波乔汉拿在后面 沉默到了 金龙也被沉默了 只能关跑路了 这还要干吗 他们要强杀坦克 但是有个圣化绝望 出来直接甩圣化 好 会直接传打没地了 还有一个被动 现在已经考虑去刘龙吧 没有刘龙小哈纳也直接倒了 直接打boss 打了就一赢了呀 一波了 感觉可以一波 是的 牛还可以去战个祭坛 金龙传过来 哎 这牛有点送啊 这时候死个牛有点尴尬 那只能战祭坛了 不要一波了 战祭坛比较稳 不要跟boss 跟boss可能会被灭 他们必须要分一个人去守boss 然后出四个人出来战祭坛 这样四打四也不亏 是天使在这边开始 然后几方先站一个 先站一路 因为现在兵线对他们都很有力 这个拆完之后 感觉战boss 其实是有机会的 泰凯斯可能要被卡 要被天使留 呃 但这边的话 迷命是图名被秒了 他们在拖 拖这个boss 这boss满血的 这已经赢了 这已经赢了 死人死光也不要紧 这boss把家拆了 但上路马法已经去站了 这边的话 就是能能多站 几秒钟 能多挺住几秒钟就可以 是的 恭喜一下 1 star 2比1 唉 你询问他们一下是要地图还是要那个 其实广告时间也不长 因为我们中间需要一个搬选的时间 因为还要询问一下他们的地图情况 革命你说他们明天要拍宣传照 打不了 他们要继续战斗到天亮 那就站吧 那就站吧 那是 那有什么说的 站吧 然后星辰前面也说了 我们要战斗到天亮 都是战斗到天亮的人 主要是第二轮这个 打完之后 我就觉得他们怕他们比较累 对 怕他们比较作战 然后L5跟伊萨亚这一组 他们这个打打了几个小时了 从 8点多钟就开始搞到这个东西 搞到12点 现在已经12点了 已经4个小时了 然后如果再打完两盘就是 就是什么 如果要打满BO5的话 就肯定是一点钟 就连续战斗五个小时 然后还要接着站 不要紧 我反反正我们的队员都已经表态了无所谓 那我们就 更无所谓 他们选什么图啊 还没选呢 他们说了要干今天就干完 反正都等这么久了 我们精神好的要死就干完 这个我在我跟你们说 我们已经是很好的去韩服跟他们打 对不对 虽然我们这边 这个代理方面也是有些问题 但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能主导的 现在韩国人的心情很烦躁 我们也很理解 所以状态可能会不太好 再投出牛战 是谁先搬 然后那个L5先BP OK 所以输了赢了 都是他们应该得的 请韩国队没有办法的 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想这样 这有PIN也不太愿意他们这样 对吧 我靠 我也头晕了 我怎么负责了一个自己的连接过去 芽芽 你吃的消吗 关键是 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点点意识模糊 可能会说错什么 不要紧 这个不要紧 观众都是理解的 没有关系 我不会说错的 我精神抖手 等我先喝口水 妈蛋 好像说这个有点夸张 好 稍微等待一下 他们马上进行第四局的BP啊 电视局地图是弹头枢纽战 Britx已经准备了 马上切到BP画面 不要急 你们不要说宵夜的问题 知道吗 这个暴击障碍是很大的 你没关系 有点少认识吗 我们会说宵夜的问题 我们下局 这个暴击障碍是很大的 体感 问题 我们下局的暴击障碍是很大的 黄哦 这种暴击障碍是很大 我们下局的暴击障碍是有点点 的暴击障碍是很大的 正常态的时候 我没有关系的暴击障碍是很有点 所以 这个暴击障碍是很大 我们下局的暴击障碍是很大的 好 呃 马上马上马上不要急 呃 现在他们需要等一下调一下 pin 的问题 他们在韩在韩服打大概有个七八十的屁码 哎呦我其实也挺好的 哎呦我挺好的 你不用说他什么 所以都不容易好吧 只要怪只能怪中国电电信局卡死我们了 要怪只能怪有人在十点钟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 时间比较晚了我们的网应该会好了 我靠这个锅我不背的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锅好重啊 感觉一个千斤顶砸砸在我的脸上 我靠这个锅不能背 等会观众喷点子就是我 我虽然我也有路 但我不会把这段传上去 我会传啊 我有证据 跟我没有关系啊 L5很耐心了 L5是从5点钟跟我们在搞这个事情 搞到了12点钟 然后一直在搞 解决不了 在我 在我估计买买买代理的费用都可以帮他们发 在加在加点奖 奖金上去 没用啊 他们5点5点8的时候突然跑过来 瞇我5点45 我跟他们约的D2BP 5点8的时候突然跑过来跟我说一句 他们登不上了 然后我直接忍就慌了 我也慌好吧 说宵夜的你们全部去死啊 不要说宵夜 还有一个BO5呢 没有宵夜池 以前雷锋杯的时候就是午夜激情杯 现在感觉 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对 还好不要慌 这只是一次以后我们会 慎重的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尊重 那个什么选手的意见 要调到BO5 说到多打几盘 以后还是BO3吧 决赛BO5 等替星辰 那种人 他们可以开始BP了 终于可以开始BP了 你跟那个韩国队说一下 我们接班了 他就来了 跟他们说一声sorry 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个经验上来说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按时间上我都算过的 没有什么太晚的 但是中间出了这么多意外情况 就天灾啊 这怎么办 你看我们第一天L5过来的时候 他不是很正常吧 对啊 舒舒服服打完 对吧 10点多就game over了 今天忽然来这么一出 不过今天我真的很倒霉你知道吗 我在打风暴也是打了一个下午就赢不了一盘 怎么打都赢不了 天大的优势你自己也能送回去 这样办伊利丹 这边办了单哥 其实L5的近似我个人觉得是没必要办的 他们的近似这个点 应该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点 对他们的体系的话 你去针对一下他们的维拉体系 针对一下他们的后排体系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木拉丁什么的 你可以办一办 因为诺布雷斯很明显他的木拉丁是比他的牛要玩的好一点的 是的 他好像特别喜欢木拉丁啊 盘盘都是木拉丁 基本上只要有木拉丁就会抢 什么伊斯大半掉了单哥选择泰瑞尔 这个地图可以来个飞行流啊 对这个直接你 我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你选飞行流的话 你必须要有只有一个换家的想法 你没有这个想法 喜欢钢正面的还是不要三飞了 三飞这个东西正面比较软 对 你要钢正面我觉得还 觉得还是选一些正面钢木的阵容比较好一些 Britic这边选择了鸟和德哈卡 哇这边来两飞了 还好 还好把金龙抢了 嗯 他也是因为看到对面拿金龙之后 然后伍是怕对面飞天盾地流 他是把飞天盾另外两个运输给拿了 他这个拿也还可以 是的 这边搬掉了马法 这边搬马法他们拿奥利尔的话 可能要补一手斩能量的后排 鸟斩能量其实不太稳定 锤子的命中率一滴需求很高 第二他除了锤子好像攒能量的话 没什么特别好的技能 这边搬掉泽拉图搬得很快啊 又是双普宝泰凯斯 好像是跟我们在禁区上看到那盘有点像 太刘儿 但他们换了一个前排 本来是熊猫嘛 我们记得对吧 他换了个泰瑞尔 哎 怎么有个机甲踏撒打上线 什么什么奇怪的声音 游戏里应该他们选轮的声音 他们选轮的声音 他们选轮的声音 吓我一跳 我说大半夜的什么灵异事件 鸡甲塔萨达 这两手辅助 难道上奥利尔吗 我觉得老狗可能更灵活一些 上奥利尔也可以啊 只有这两个选择了 老狗或者奥利尔 老狗的话 机动性比较强啊 果然是选择的老狗 比较灵活 上地图还是需要灵活性 比较好的辅助 主要是那个 他这个这种选奥利尔也没什么东西跟他搭 攒能量很慢 对 除非最后一手强行拿一个上什么西尔瓦纳斯之类的 但是好像也没啥 不是很好 是的 最后一手 补一个前排 不过我只有一句说一句啊 是我们中国队在嘉年华失利以后 现在真的是在奋起训练 嗯 也知道什么在水利方什么 万一爸爸妈妈去看了 对吧 这这这都是可以去看的 什么亲属主场 好不好 下下面坐满的亲属的时候 哇 主要是因为中国而闪光 这不是那一套吗 L5的那一套 那一套吗 black的那一套吗 就是但是它是有那个吸血盾的闪光 有吸血盾的闪光 对就是black那一套双斧 然后l5也用过这套 泰瑞尔前排 然后金龙配合 猎后哪一个激动性 这一套是非常 复古的一套 他们说什么他们要 要slip 他说他们现在很困 然后说如果这一盘他们赢了的话 简直就 这招不住是吧 你不是他们能站 这能站到到四五点了吧 闪光是星辰完的 对 这时候我必须去说一句话 要需要翻译才能告诉他们 小火掉了 稍微等一下 小火掉了 好 等我 这个翻译简直破费 你看得懂吗 我觉得你也你都看不懂 看不懂 专业的翻译网站 谢谢兔子 谢谢兔子 种花家的兔子 非常感谢 他看得懂吗 我认为他们有点难 这我说的其实就是 非常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也不知 也不想会出现这么情况 这种情况我们也解决不了 因为这 国服正好有一个联动活动 会比较挤 好像这么长 他们应该看不懂吗 他们看完全看不懂 我跟他说跟他说简单了 就跟他说一个今天比较麻烦 你抱歉 跟他说了一句 太可怕了 这什么翻译器啊 你怎么删了 我在百度搜的呀 还有什么翻译器吗 他这个是什么 星辰确实固的 他在问星辰的闪光怎么办 不是闪光怎么样 他说的是星辰是闪光帝 闪光王者 他打了一个问号 是问他是不是顾的吧 他说的是尬的兄弟 那个是神的意思 SBC Derby size 是什么意思 说 SBC 上一般闪光玩的不溜 哈哈哈 你哈哈还应该这么打 哈哈哈不是应该这么打吗 你打个中文哈哈哈哈 你点zzzz就可以了 你打zzzz他们就知道是哈哈的意思了 好 我忘记调OB插件了 大家晚上的绳子不行 我调了 你现在在游戏里调吧 调完之后下一盘就不用再调了 你就不用忘记了 我直接在等往那边调一下 哎 不要紧张 我跟你说 我前面给zzz他们打了一剧强心剂 我跟他们说打完比赛 如果你们是第一名就立马转账1万块钱 你们就可以去吃饭了 然后他们说好 没有问题就是干 哎 等一下 哎 不好意思 在我按错了 手也开始抖了 搞毛啊 你忘了说阵容了 不过算了 大晚上 这个无所谓了 你不要说话声音 忽然就变得这么轻 你太轮了 过来 我猎虹在后面 黏住这个鸟 这个鸟啊 有点危险啊 还是这边的金龙先死了 太轮了也要死感觉 垂中就死了 炸一下炸不死一个 第一波团团输了 哇 新城这个可以啊 躲这个锤子 秀的飞起 但前期还是有点亏 他漏冰了 他前面漏了一大波的线 是的 这边感觉双飞啊 飞得很快 你看鸟顺定下去就吃线 双斧嘛 前期感觉有点薄弱 他最好是打游击战 裂空这个东西一定要在游 在那个游 在游击战中才能占到一些便宜 打战装打的话不是很占优势 职业选手靠这个吃饭的 打一个晚上怎么可能吐嘛 又不是休闲玩家 这都是习惯的 每天都要打N盘 什么叫直眼 就没有吐这个说法 金龙还是一个 太坎斯 太坎斯 死了 舔到了 这盘L我感觉睡醒了 怎么开着各种干客了 心态已经恢复过来了 心态好像稍微正常一点 战场部署完成 进行收集 比方下盘已穿下来 西边 金龙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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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秒减完了 想留一个太坏很危险死了 他大宝剑交过了死了 前期的话这个节奏肯定是L5更好一点 有一种这个要打满鼻舞的感觉 我感觉这盘前击比较被动 只要看伊斯大很少用这些激动性比较强的 这种不知道能不能打出那种灵动的感觉 飘逸的感觉 上一下左右 骑射的感觉 这边 连住 我视角都没办法跟你切 没有开ob 是吗 我能切你视角 你为什么可以切我视角 我不知道 你怎么切的就跟刚刚一样吗 对啊 我就可以在那里面选 虽然你没有开插件 但是我可以切你视角 你开了插件 我没开了 我前面说他们很困 然后被我们调侃了几句精神就来了 这盘明显感觉到比上盘神志清醒了一些 好 晕了一下 一往前走 但是德哈卡钻的位置非常的好 直接秒了金龙都没有飞过来 瞬间五个到位啊 飞天盾地流就是这样子感觉天使可能还要死 哇 哇 这个抓的干啥 上面又死了 换了一只老狗 换了一只老狗 但是这边已经死光了 我超虧啊 虧成马 这是人头一比八啊 这被抓崩了呀已经 嗯 飞天盾地流L玩的还是好的 嗯 他们用的也是比较多 而且我瞬间靠近的感觉也是很那个的 金龙又死了 真的又死了一套空子直接带走 感觉一扎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有点尾移了 有点前两个还会说L5的感觉 这盘就各种被抓上路被抓下路也被抓 中间的也被抓 打这强对之间对抗就是有的时候会 你稍有一点崩 然后就突然节奏乱掉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找回自己的节奏 对 刚进了没有办法飞啊 我看观众说他怎么飞 他被晕住了怎么飞啊 一个晕一个铁 你还有机会飞 哇这个核弹一放 这几个核弹啊 他们拿了三个好像 现在闪光身上有一个其他都是L5 现在十几打八级 优势好的 金龙又被抓了 这盘这个抓的有点厉害啊 他们这边无限装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了对提的很非常的快 前几盘的时候就像第一盘的时候这个依撒节奏打出来一样 这提的好快啊 这个节奏 在打boss吗 还很稳不打boss 因为鸟没有吹风刚刚吹过 现在要拖到十几啊 要把情况先稳住啊 不能再死人了 再被抓的话就无限被动 这张图是L5选的吧 这个飞天盾地是很好克制了闪光的机动性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 强杀诺布拉斯啊这不太可能 诺布拉斯要反打了 跳过去等哈卡过来沉默非常的精准 沉默到太软 连着太软了金龙飞过来来不及 老奶倒是给歪了 再吹一下 裂空也死了 还好 他觉得是散回吗 他觉得是散回以后加次数 再锤锤到了死了 这盘太水崩了 这盘从前期奔到中后是全崩 河南也没有 在这个这波团打完之后是肯定要面临着差天赋打的 可能刚才那波是十打十一 如果能穿以的话还有机会 是的 没穿以就是肯定要差天赋打了 这盘没有办法 这个前面太亏了 对对方这个支援速度 导致了他们前期整体局势上的一个被动 然后然后那个L5又是用这些一点点的等级优势 这个打以多打小的团 是的 关键我觉得就是就裂空这个阵容 他等级差比较大的话 他打不出伤害的打不动 本来就是个双幅等级差更大前排也站不住 这个态度上去就要死 现在2比1 11是大2 然后L51 直接开boss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 有没有发现 发现的也不太好抢这边是由 吹风的 没有发现他直接没了 天使还没有那个还没有立场 是的 这是诺布拉斯在这边各种卖破绽 告诉他们以为自己不在打这个boss 两颗核弹三颗核弹下路没了 三颗核弹齐脸下路肯定没了 这个 这帽子很强啊 不好说不好说他们有没有想法要一波 对如果这个爆血量很足的话 很有可能直接一波 只能强开团只能强开团裂空在后面 打卡专地吹风吹走 转机直接秒了 等于没有放 有机会一波的还有两颗核弹 这个boss还有四分之三的血量 你直接跳进去开还有大老奶给上剩话 哇他们直接打击地了 把你开大两颗核弹齐脸 都已经没了掉血了 只要一波了 我好快啊 十分钟 前进太亏了 一撒这个 前进完全没有打出来 绝技恭喜一下L52比2 好了又又该 又该 一撒应该会选B7 我直接去问L5他们要选什么地图吧 哦 这盘是前期直接被抓崩了 这个双飞 嗯 他们我觉得还是选那些刚本的图 比较适合他们 这盘基本上都小规模团战 都没有开过食人团 然后小规模一直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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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后面就爆炸 这个疲劳作战的有点夸张 讲一下好像好像是只有摩日桃呢 有11张力图搬了四张应该 应该还有三张 还有三张还有什么呢 祖宗谷 对祖宗谷 没有班祖宗谷他们 他们要选什么 他说他们班他说他们班的诅咒不 你跟我说他们班的是恐慌员 有什么 我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记录 你说是谁班的是意识大吗 意识大对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是等一下 他什么时候 начал来听 Hopkins就是他们的孩子 在操纪 verge 对 udo 担心 对 走 他搬了巨龙症和孔博言 直接发给星辰 他们选的是什么 诅咒谷吗 诅咒谷 是韩国队选的是吧 对 Esta的BP 哈欺越想睡觉 看我从来不打哈欺 哼这么做 这我每次要张嘴的时候 我都把自己嘴 因为我漆漆 都把自己的嘴给塞回去 这是一个高杂多的动作 现在我都懒得进广告了 省得你们说等天看重复的广告 你把他发给那个韩国队 我估计所以现在已经报警了 肯定会被队友喷 为什么要打这棵比赛 swear 接的吗 对 看见以后都没有办法跟 正面跟他交流了 应该BO3了 BO5太飘逸了 都是个星辰豆腐 我这个时候 我就必须要到房间里嘲讽他一句了 好 这边搬了牛头能球掌 一直是大 然后彼得是班的单哥 诅咒苦啊 这是BO5的最后一句 我觉得只有的也要报警了 好吧 反正都是新承热锅 别说了 哎 我怎么能上那个 P的网页 他这边搬了 选了泽拉图 这边上了阿巴塞穆拉金 感觉是 伯利哥是比较拿手的一个阵容 不行 我去洗把脸 我怕我解说就会睡着 还早呀 顶促啊 决赛BO5好不好 BO7 你们要解说的密码 要选手的密码 全送给你们了 这边一大看看 这一手选什么 紫拉图的话要配合什么呢 对方已经很明很明确了 穆拉宁 加阿巴塞 那就是一个阿巴塞双坦的组合 有没有什么可以针对一下这个组合的 我想一想啊 有什么可以针对他们的 感觉都比较不太好针对 就是要看自己怎么怎么打 这手很纠结 这盘我觉得他们要上自己最拿手的套路了 本来不太好赢 是我卡住的吗 没有吧 维拉 塔萨达 哇 这有点拼啊 我看不到那个网页了 卡了吗 对我直接看你的画面吧 bpbp你来解说吧 我这个 对我发给你 但我怕你我我解说你会睡早吧 没事我就就bp的时候 我看看你这边就好了 你大班的泰鲁尔 还是半鸟 这两个都挺恶心的 这个阵容 还是半了鸟 哎好了 那选个狼加那个泰鲁尔不是挺无解的吗 不理解是个这种 有点无解啊 有点无解 这边不是一个解考虑很久还是厘米稳妥一点啊 金龙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感觉很适合这张图不说强不强很适合这张图 对 这边一大可能伤害会有点欠缺这个阵容上双幅的话而且要保的点太多了不一定保得住 你们这边的话核是什么还没拿出来呢L5的可能我觉得可能还要上闪光你信不信 阿发射闪光这个上闪光不太好吧 我觉得狼或者黎米的概率会高一点 狼或者黎米吗概率可能会高一点 狼果然是狼 那这个爆发就有点可怕了 双狼 双狼 那个伊斯拉这边现在应该要拿个前排了吧 那还有什么呢 乔安娜 乔安娜 你只有乔安娜了 他是要放天使给对面 他那要拿杂图去康特对面生化的 他所以就不放哎 还要拿天使吗 乔安娜好一点 什么先把辅苏拿了 一样的反正都是同一种 对反正都要选一种 拿天使吗 我觉得乔安娜可能好一点 对我也觉得乔安娜好一点 泰鲁尔的话你生化 他需要一个硬的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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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伍拉在前面顶 他需要一个质盲 然后去破一下双狼的伤害 就是双狼人都爆发的那一波 麦迪文又是麦迪文 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麦迪文吧 这个双狼的麦迪文 我还没真的没没见过 看一下游戏里面速度 让他们开始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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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是BL5的最后一局 啊 妹子睡觉比较早 所以说 会比较累一些 我还好 反正不要命的 我每天早上都要起很早 所以这个点都已经困到不行了 这你为什么要起很早 我要去取消呀 哦 我也是上班族啊 真是辛苦 真是辛苦 准备开战 英雄们 好的现在是双方真正的一个 没胜举 没胜举 战斗即将开始 10秒 5 4 3 2 1 战斗开始 好 看一下天赋 杂都新版的杂图啊 穿刺这一级就有 不 Pretty这种其实也出现过 不是第一次出去出现了 就是他上次出现的时候 好像效果不是很理想被暴打了一顿 上面这个今次的 那一文可以可以看一下吧 我不知道他我觉得他进次英雄池还是蛮浅的 如果L5赢 赢的话 我要去询问一下 ZERO愿不愿意来韩普打 就是他们有没有耗之类的 如果他们不愿意 那也只能 L57 对就是L57 然后让这个Estar上来了 因为他们不一定会有耗 嗯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网络的情况 跟跟Estar 差距有多大 对 理论上来讲 我们是会尊重选选手的意愿 但是以保护我们这边的队伍为主 因为是我们自己办的比赛 主要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这一个瓶子 对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过这个 我们是要这个 就是要在网络上打的 SSC 狼很凶啊 这麦迪文还是一个主门人天赋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天赋都是比较正常的 这边晕了一下 嘶 这边晕了一下 嘶 嘶 这边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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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晕了 挺碰面了 啊 啊 那这个晕了 我说 我要去排振满 开掉了那维拉我估计短时间上不来 前期的话其实他们对方有阿巴斯的一个这种的话觉得比赛可以打的稍微凶一点 是的能拿的还是拿一下 天然少一个人分 当然最好是L5现在的网络好了然后他们可以去国府打这是最好的情况 等我问一下过12点的他们试一下代理可不可以上过 这边看到了开也有没有想法怎么能可以过来的 好像没有人过来那这是两个人肯定想不了 我看到了 没有金龙龙他有一个龙他就过来杀这个杀这个狼了看到紫拉图了他们直接都已经丢垂着了 下面已经被推的差不多了维拉加塔爷这两个东西推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我当然是说如果如果伊萨赢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回国府打 打决赛去就这么简单 下落 下落 处纵 小汉那有有点远 这波团很关键这是第一步要接触的团战 位置没过来啊 但塔也可以拖很久 小汉那还不动吗 啊这个有个卖牛的保护给的好 完了完了炸了 哎 赵斯西怎么还是被切死了 杂图穿过去了 杂图穿过去了 给了个保护没有走4打5 4打3打炸了 可以这么卡位很漂亮 杂图刚才是穿穿回去躲了躲了控制技能然后还把他把狼给受掉了对 这部操作非常的亮啊 因为现在子拉图的穿字是非常多的 他觉得是 W以后可以 重新穿回来 他可以穿三下就就等于就是你 穿字可以穿一下你闪现可以穿一下W再可以再可以穿一下 现在新版本的杂图天赋的 还都没有定位 没什么点法但是至少以前的有三刀流好像要摒弃了 因为他那个天赋太后面了 非常后面 杂图感觉要被抓闪闪线有没有关了10级了 没有问题可以跑掉 浪费一个大 对 这个贡品 Britix应该是会放掉 他们想打的样子 一脸想打的样子 Britix这也要打他要过来搞事情吗 对他要搞搞事情 这个麦迪我应该会下来拖拖一发 他要叠这个 没拖没拖没拖 不敢下来不敢下来 忍住了忍住了 对你下来的话可能会直接出事情 双线开眼 好像我觉得一撒线露的好厉害啊他这个他这个也开的不是很好下路在露线中维在露线 这个麦迪我就飞你脸上你烦不烦 烦死了 狼子记得开boss 还有一个 哪泥 但这个照看不出来吗 感觉得到的呀 这个照我感觉妈妈自己给暴露了接盘了 他偷就不应该 他要打他要直接团了 金龙还想打这个boss 别骗自己了塔也没有来他们要拖一会 他也没有来宝石阵形麦迪文来了祝福之盾甩得漂亮 是 乌拉丁垂空了 动了四个 货品放了货品放了要诅咒了对这波他们状态不行了 但是大也用了大也用了这边的大招就只交了一个祝福之盾其他大招都还没用 好主作出发 这个先推 对直接推上吧 先推 先推 不要去打boss 主作出发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就打不打boss 他前期这个时候不要去打 快结束的时候 快结快结束的时候因为可以把兵线推过去吧他们要守这个兵线的问题所以说你正好趁这个时间点是可以打boss的 现在 还要推内宝吗这么拼 看个梅牙 看梅牙应该时间就够的 L5这盘 前期发挥的不是很好特别下面那一波 解释因为这个哲拉图对发挥的非常漂亮 把这个麦迪文的盾给完美化解了再直接强定啊这有点冒进了吧 杂图不在啊 进化给的漂亮 哇 SSC直接被秒 SSC直接被维拉秒了 星辰直接 骑到主宝去了 这个无打自赢了 这个狼奶给的有点无厘头 感觉不用给了 刚 对方没有输出了 刚我没注意了 这个麦 这个麦迪文有给狼盾吗 好像是给给早了还是给晚了反正直接好像没有给上盾就死了 这麦拉丁 铺个内宝可以走了 超神的呀 这拨是 是4打5然后就在团营了是什么鬼杂图都没有来的那个狼瞬间就死了我看了一下瞬间死的 被一个祝福之盾直接甩到脸上就直接秒了 这边截到了他有关的关一个先杀金龙 还有一段仪还有一段仪 那个麦迪文来了这个盾 但这个打不动啊这个门也没有用狼在扑 折迦图咱都走了然后很危险扫射 扫射追着少 拆一下拆一下 有没有照有个意这个我觉得就死了 把你最后一个盾 给的很及时 这边的话自己要死 自己要死 这个门开的可以 这个门跑路跑路跑的漂亮 那这个boss要掉了呀感觉 18秒可以打boss吗 感觉算了吧 算了吧 算了算了 球稳算了 在别人家门口主要是 还不是可以开对 他刚才的那个狼如果杀的话 就是第四次选 我拉扫射没扫死狼 如果扫死狼的话 其实是可以杀的 哎呀我上次选这个这种也输了 我记得他们选这个这种也输了 你别说我觉得他们这个近似的麦迪文玩的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最近开门开的有点好 对 其实麦迪迪文就是两个东西 你一个w要放好 第2个就是 你开门要开的好 对这边看到了不要打了吗 因为他的q技能我感觉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你q技能放不准的话这个英雄是没有伤害的 不要玩了 然后的 区分度其实就在门和w上 哎木拉丁拐强开这波有机会 没有发现杀老狗老狗 再坡 动动了三个四个杂鲁在天边 完了这个老狗应该是死掉了 走不掉了 杂鲁离的好远 这波开的很果断 但是残局看残局怎么打 维拉扫射收压血线 杂鲁在杀这个狼 杂鲁关的漂亮把自己救活了 直接解掉 应该可以收割 收割这个维拉又无敌了 还想飞 这波其实这么烈的情况下 蹲的已经非常漂亮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还要说一下 泰克的这个 泰克的这个乔安娜一直在黏 对面的麦蒂文 然后麦蒂文跟不上 左边的狼和那个金鲁鲁两个人 对那个盾给的不是 时间点不太对啊 盾给的时间点不太对 就是因为他来慢了来慢了 刚杀出那个关是非常精髓的 因为他自己快死了 如果不关的话他肯肯定就死掉了 依萨这个止损加反打打的是很漂亮的 然后这个阵型就是我拿前排去赶你能有保护能力的人 然后我这边去追杀你的你的残血英雄 这个都做的世界还是不错的 是的这边想过来打打boss 有没有机会啊你要占坑 麦蒂文没来啊 他不敢跳不敢跳 跳进去出事情赶紧开开个门跑路 我 Boss配合下路的推进 那下宝看来是想推掉 在这开一组胖子 胖子可以稍微慢点战争 不知道是走过来的时候 你在这正好打完差不多 打完差不多正好可以开 这波内宝很危险啊 在哪一桌内内宝的话这盘就优势很大 他们主要是布雷斯这边的话他们的这个防守野怪能力也不是很强 是的那个狼狼人打这个种重力收集是挺慢的因为他本身不算是一个正经的远程 这个残老定一下 内宝被boss推掉 但一波不了可以走了 推完就可以走 除非除非杀人啊杀人就可以 这个关的 位置还行 杂图过去 这个大放空放空了两个放到了两个 在一个保护罩子 哎 要追这个狼这盘SJS好惨啊又死了 这是想一波呀 直接一波了 感觉很有机会啊 这麦迪文被残烙在那个位置 这麦迪文被残烙在那个位置 你博了 是 恭喜一下 恭喜一下 Eats大三比二拿下了L 这也没有什么说的 他们去韩服打的好吗 你们也不要 在质疑什么了 新鲜最后说一句 Mail We are best good 不管是L那个双方 这个选这个选择都是有点疲劳的 因为太晚了 对 但是看数据啊 新城的维拉打了67 这盘他是打出了3.5个维拉的伤害 哇 跟SCSC那个差不多了 是给我们送火箭了 你不去感谢一下吧 谢谢强哥 强哥这么晚还在啊 这个是强哥吧 谢谢强哥送的火箭 谢谢强哥送的火箭 非常感谢强哥 强哥也真爱也是风暴 他这个水利方的比赛 就是强哥 强力要搞的 好现在我们回国府的好吧 回国府的 这样的话 雅雅你去问一下他们的付款方式 好 用用什么东西付款 他们是第30名的奖金 是2500 这也够他们吃几顿烤肉了好不好 韩国烤肉很贵的 几百块钱一顿 好 我们先 回一下 看到我那么半夜精神抖手 就是天天熬 熬夜给熬出来的 你知道吗 只要熬夜是能铁橱也能熬成针 这个成语不太对 这个成语 那个前弹只能绿帽子 你能熬成针 你不要说话行不行 我看到你这个ID很烦 不要说话 谢谢强哥 谢谢强哥 大半夜的一点钟还在体恤民情 我怎么上不了国府了吧 不是吧 兄弟 我开了个代理 开了个韩服的代理 我把代理关掉 他们可以用支付宝付钱吗 我问了呀 我正在问他们有没有支付宝 然后他跟我说直接交易 直接交易是什么 cash 他让我没有现金 他们要来中国是吗 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你跟他们说 OK 你跟他们说23号晚上PY交易 他们23号要过来了 PY交易 不要误会 不是我跟他们的PY交易 肯定要派PY的话 也肯定会派另外一个人去 不可能是我去 等一下我先 我我要赶紧处理班图的问题 你们稍微等等我一下 放一段广告吧 谢谢这个 Super HJD 非常感谢这个Super哥 大半夜的都不容易 咱们先 进一段广告 好吧 你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广告了 再看一段吧 我认词 i'd like to sing it closer and our winning number is 14 29 40 49 51 and the mega number is 17 if this number matches the number on your card you've just won your million dollars i won a lottery that's great hey boss man i won a lottery that's terrific congratulations shut up i quit here you are mr.jordan preciate it hey babe what are you doing home so early son this is a residential street do you know how fast you are going donovan sorry sir i've won the lottery what and you quit i'm not going to be there in th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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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